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 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七本渝 今年4月20号在上海病逝 中年85岁 七本渝19岁进入中南海成为机要秘书 曾经因为一篇为太平天国农民造反较好的文章 而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1966年5月16号 毛泽东授意政治局通过开展文革的文件 也就是516通知 七本渝也是起草人之一 之后中共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七本渝受到毛泽东清典 成为18名成员之一 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央首长 积极参与 被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否定的文革 现在我们就透过连线 请人在香港的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董事长 曾经是中央财经学院造反派的 这个敖本利先生 谈谈他出版的七本渝回忆录 以及文革的一些背景情况 敖先生您好 您好 是的 七本渝这个是文革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那么他与这个王力还有官风一起被视为是反军乱军的小爬虫 从1967年以后被关押长达了18年 那你们出版的这本这个七本渝回忆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是这样我们呢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了 作为我后面的年纪大了以后啊 我们也很想把文革这段历史这个真实的情况把它挖掘出来 如果你们要反思文革你这个事实都不搞清楚你怎么反思呢 我觉得这个研究历史啊 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 七本渝本人也说过 是吧 我们都是搞历史的 我们尽管观点不同呢 但是总要实事求是 所以呢 是希望呢 通过七本渝啊 当时文革最早的一个参与决策的人物 能够把当时的文革中 毛泽东啊 中央文革小组啊 这些决策啊 做这些事情呢 是怎么来的 是吧 这个中间的过程能够尽量的发源于历史的真实 这就是一个我们文革出版社的一个基本的思想 是 您也提到这个希望这个回顾历史是从各个方面来看 那么外界报道说 七本渝发现在这个稿中呢 有许多错漏的地方 它在病亡之前呢 仍然继续在修改 那么现在书已经印好 未来还有没有可能会制作这个修订本呢 这种说法呢 是有人这么提出来 实际这个文稿呢 是七本渝亲自最后审定的 当然了这个书 不会有十千十美的地方 货帖的这个细节啊 有些回忆啊 也可能有错漏的 在以后的时候我们会修正 比方说 讲到有什么 西安大学的李思英呢 是跳楼自杀的 现在我们知道它是自安免药自杀的 像那个书里面讲到它曾经收到四十万美元的 这个美国人的费卡 现在我们查证的应该是二十七万美元 所以这些细节上的事情肯定有所修正的 是 根据您的了解 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 七本渝他一生呢 就是除了被毛泽东清点之外呢 同时也被打入监狱 那么他一生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吗 还有他对文革的看法又是什么 在基本看法上 这个书的观点表述的很清楚了 七本渝呢 对毛泽东是忠贞不育的 始终是不能够接受否定这个毛泽东的这个 股仗和看法的 对文化大革命呢 他也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但是他也接受毛泽东的看法 应该三七开 就是说有七分成绩 有三分错误 也有很多的违避这个 当时的这个毛泽东的一些想法的 一些错误做法 他自己也认为他有他的真人 是的 那么您本人在文革时呢 曾经是这个造反派 您对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对于中国造成了十年浩劫的文革 是怎么看的 还有就是另外就是现在呢 也有许多人各界都在反思文革 您又怎么样看待现在各界反思文革的这些看法 反思文革呢 这个目标我不赞成的一种看法 就是把这个文革分成什么好人啊坏人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来看 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文革这种来弄出门 为什么发动文革 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 毛泽东怎样发动文革 这些基本的事实要搞清楚 然后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总结 这个文革我们错在什么地方 应该走什么样的漏 这个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 但是我觉得文革的研究呢 现在首先应该让这些经历者啊 把这个基本的事实说出来 不要脸谱化妖魔化乐 这个包括造反派是吧 我们最近也出版 去年出版一个王达兵的回忆录 是吧 他就对这个文革中造反派的情况 他有他的说明 这个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 这个文革的过程呢 文革中的各种人物的表现是很复杂的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 我觉得应该把事实 基本的事实把它说清楚 是的 我们非常感谢 奥本利先生抽空参加 美国之音V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 我们下期订阅 好